oh my god 大採購耶 他小蛋塔蹦出來之前最後一次的大採購 走 結帳 哈囉大家好 我是Nita 大家看到我們這一桌就知道我們今天要來拍什麼啦 好事多 我們超級超級超級久沒有拍好事多 已經半年了 應該有半年了 大家也知道這個好事多企劃就是最燒錢的企劃嗎 沒錯 然後也是我們一開始最常拍的企劃 我們這次也看到非常多的新品跟我們沒有試過沒吃過沒用過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次就通通買回來開箱給大家看 OK 那我們就差不多說開始吧 好 那第一個我們要來開箱的就是這個 綜合千層甜甜圈 售價是349元 這個東西我們昨天買回來的時候就已經先被偷吃兩個了 它不是一般的甜甜圈喔 它是千層甜甜圈 它其實看起來就很像是那種Mr. Donut 小一點的那種感覺 對 一個是原味的白巧克力 再來是巧克力口味 再來粉紅色的這個 它就寫粉紅甜甜圈 嗯 這是草莓啦 那我們來各挑一個吃囉 它裡面真的是超級無敵千層的耶 它是千層麵包 然後做了像甜甜圈的感覺 嗯 千層本身有一點瘦潮的感覺 嗯 但是我自己覺得還OK 很不愛 我寧願就是跑去貨貝吃在後面那邊 然後買那個甜甜圈吃 這個是還好 一般般太普通了 你如果家裡開派對或是有小朋友 小朋友會很愛這個 那我們來打一下這個千層甜甜圈的分數 好 上班 3.7 3.7 再來第二個呢是這個蘋果酥派 售價299元 它超大塊的 大概是賣到我們的那個蘋果的兩倍 我吃一個來看看囉 嗯 那個是果醬嗎 但是有果肉耶 嗯 它的麵包是軟的 我覺得其實不錯吃耶 要不要烤一個來吃 我覺得可以烤一下 來囉 妮卡烘焙粉出爐 切下去就有那個酥酥的聲音耶 對 我剛剛這樣差不多烤個5分鐘而已 怎麼樣 有酥嗎 烤過呢 剛剛早餐配牛奶超棒 喔 這個其實當下午才很適合 嗯 還有吃喔 差不多還有吃喔 還有一個多少錢 一個 30塊 3.7 還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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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棒啊 嗯 好吃耶 它的果醬很香啊 這個很棒 好 來… 這個蘋果派真的太優秀了 我們兩個真的很愛 好 來 打分數囉 好 1 2 3 4.5 5分 嗯 好高喔 再來呢是這個 迷你巧克力餅乾 55入 售價299元 我超級喜歡吃這種巧克力餅乾 就是那種Savway會有的 嗯 巧克力餅乾 可是Savway是大塊的嘛 滿軟的 對對對 軟的 喔 很香耶 就是那種 軟餅乾 巧克力餅乾的味道 嗯 嗯 嗯 是軟的 我好喜歡喔 它滿甜的 嗯 我覺得這種餅乾就是吃那麼甜 沒辦法 而且它裡面巧克力豆其實也放滿多的耶 它不會是那種很假的巧克力 剛剛甜甜圈的巧克力就味道比較假 沒錯 但這個就不會 我覺得它有點奶香奶香的感覺 然後我們剛剛有稍微拿去烤了一下 烤了兩塊餅乾 我們來試試看 好 嗯 嗯 烤過中間有點溫溫的 但也很好吃 然後巧克力會融化 而且烤過很好吃耶 嗯 這也是超級適合拿來配牛奶耶 嗯 Oh my God 這超好吃 我超喜歡耶 這就是我想像中的味道 OK 就是美國軟餅乾 就是這一個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喜歡吃美國軟餅乾的話 可以買這一盒 而且裡面巧克力豆它是超滿的喔 嗯 嗯 OK 來打分數 1 2 3 5分 5分 我的愛 再來呢 是這個五月花抽取式廚房紙巾 這個呢 是因為剛好我們家的那個廚房紙巾用完了 嗯 然後我們原本的廚房紙巾就是用五月花的 沒錯啊 它以前它是那種傳統式的滾筒式的紙巾 它現在做是抽取式的 比較方便 對 好市都這樣有賣這種抽取式的 我覺得 看起來就超級無敵方便 他們這樣子一大包裡面是12乳 欸很讚耶 它把它做得像衛生紙這樣一包一包的 然後抽取式的 它這邊它講它的賣點是三層厚度 1.6秒瞬間吸 然後跟黑洞級吸收1300個蜂巢吸孔 所以吸水力很強 對 然後再就抽取式的很方便 不像滾筒式的不好 不好處理 對 就是直接這樣子 一張 抽出來就可以用了 因為一般的那種滾筒式的 你一定要兩隻手嘛 對 一定要在那邊撕 啊這個就很方便 直接抽就好了 欸我這樣撕開它真的是三層耶 對 你看一層 兩層 三層 真的是三層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的吸水力如何 我先用噴的好不好 這樣子 擦 喔 很不錯耶 欸真的吸收力很好 欸 欸 乾了對不對 對乾了 很不錯很不錯 欸我發現我這樣擦都沒有屑屑 對 它不像是一般我們用衛生紙的話 就很容易流屑屑 對啊都沒屑屑 但是用這個 五月花的抽取式廚房紙巾的話 它就不會流屑屑 嗯哼 還不錯 而且它是通過食品級安全檢測的 所以 你也不用擔心接觸食物會有問題 就你可以把食物放在那邊吸油 像我們家以前常常會 煎魚嘛 嗯哼 或是炸什麼東西 就你就可以用這個 廚房紙巾來給它吸油一下 我們等一下也會有一些食物需要加熱要使用 好我們 如果需要用到清潔的時候 我們來用五月花的這個廚房紙巾測試一下 看它的吸油力怎麼樣 好 所以說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再把它的相關資訊 因為它好像有一些活動 我們把相關資訊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概有興趣的話可以再點開來看 好 好那我們來打一下這個 五月花抽取式廚房紙巾的分數 1 2 3 4.5 5個4.5 再來是這個優雅食祥米芥末 售價389元 它其實是台灣的餅乾欸 而且我看到它是長得很像 那種點心麵的形狀 但是它是日本芥末風味 感覺空氣蠻多的 它這個我跟大家講一下 它大概有5.5層都是空氣 對對對 差不多差不多 如果它不好吃的話 就不回來了 但它蠻香的 我喜歡欸 好吃 它芥末的味道很夠耶 很好吃 很好吃耶 有一種鹹酥雞的味道 嗯… 鹹酥雞的感覺 對 我覺得 身為台灣人 可以去吃看看 吃個一次 然後再看看你下次想不想買 但我覺得你不吃它 會蠻後悔的 對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等不住想再吃個兩三口 你也聽不下來啊對不對 沒辦法哭啊 4.8 4.5 再來是這個牛肉麻辣鍋 售價499元 我其實看得到蠻多 YouTuber有開箱這一款 但是我們自己是還沒有吃過耶 所以是買來吃吃看 它裡面其實料還蠻多的耶 它裡面就是有一些豆腐啊 蛋餃啊 高麗菜 然後中間有一大個那種秀珍菇 再來就是它的醬包跟肉包 這個也是來去給它加熱一下 我們來趕快試吃一下 我剛剛煮的時候其實覺得蠻香的耶 來 我先來喝一口湯 有辣耶 但湯還蠻油的 我覺得它辣就是死辣的 我覺得水要套多一點 肉還蠻OK的 我覺得肉OK 嗯 我吃它的芋泥的夠碗 好吃嗎 芋泥夠碗 我喜歡 它已經加到我們上次在王 就是在好時候買那個 王餅的青花椒的那個麻辣鍋了 喔 因為那個 我們上次買的那個青花椒 它料真的很少 它這個麻辣鍋就是你適合 喜歡吃辣的人可以用 你可以加點海鮮 或加點什麼其他的 或加點什麼其他的 這很適合一家人一起吃啦 它不麻 它辣但是它不麻 欸如果說你自己要去加工的話 可以加點海鮮 王子麵 加點其他的肉 都可以做 嗯嗯嗯嗯嗯 4.5 4.2 再來是這個韓式辣味炒豬五花售價339元 還蠻貴的耶 不便宜 它這個的話就是有五花肉 然後韓式的那個辣醬 然後它旁邊還有放一些洋蔥啊 青蔥啊辣椒跟蒜 嗯 那你可以下去一起炒的 對 它這個五花肉其實 蠻多的 我覺得份量OK喔 分量OK 我們要再度的呢 從白天拍到的晚上 每次拍好吃的系列一定都會這樣子 嗯嗯 我們的辣炒豬五花完成 來夾一塊給大家看一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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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看起來是很挺不錯的 吃吃囉 好我們吃吃看 好吃喔 嗯給你 對它裡面還有放這個生菜 我想要肉多一點 你可以包著吃 我會辣欸 真的喔 好 好 包生菜超好吃耶 它不會這樣很辣 超甜甜的 沒錯 好吃耶 它滿瘦 讓我滿意外的 大家一定要包生菜吃 超爽 一個啤酒也很讚 晚上吃這個之後覺得整個開胃了 我今天只有煮一半喔 但是煮出來的量意外的 我覺得滿多的 吃到後面那個辣味有點出來 但是很爽 好 來打分數 10分 5分 5分 我非常喜歡 OK 我奶奶都說 這麼油的盤子一定要先用 廚房紙巾插過才比較好使 來囉來囉 超級無敵油的喔 哇 你看 超油的 欸它一張很夠用耶 你看 你看它才用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嗯 欸超乾淨耶 超級乾淨耶 超不錯喔 超乾淨對不對 它都沒有屑屑 欸很強耶 而且這個廚房紙巾都不會破掉 讚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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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這一款 10安低雞精茶碗蒸 售價299元 它這個茶碗蒸 用低雞精下去做的喔 感覺就很好喝 感覺就很高級 它其實這樣一盒不大耶 然後這樣是37塊 我們一人蒸了一個 我們來試試看 到底所謂的低雞精茶碗蒸到底是什麼東西 欸它有一大塊的雞肉耶 然後還有很多的玉米粒 然後跟香菇啊之類的 完全吃不出來有低雞精的味道 它的料真的是很多 但是因為我聽到低雞精三個字 我會希望期待說這個茶碗蒸 對 我會期待說這個茶碗蒸很鮮 它是一個味道很清淡的茶碗蒸 只是它料很多 不難吃 但是一碗37塊的價格 我覺得我可能不會回購 對 OK 來打分數 4分 再來呢是這個 番茄海鮮起司壁館麵 售價369元 聞 外面賣的一大一面的味道 然後它上面本身已經有撒一些起司粉了 但它旁邊還有給一盒 這個是焗烤會用的起司 好啦我們的義大利麵加熱完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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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你看到沒有 它真的是會啃茄的 嗯嗯 好吃 怎麼樣 快越串聽的味道 嗯嗯 它的海鮮啊 我剛剛在炒說 我有放到那個 然後還有軟絲或是套Q之類的 然後還有蝦仁 我覺得它的這個番茄味重點會更好吃 嗯 蝦仁蠻大隻的 好吃嗎 它的料全部都是OK的 然後調味也蠻適中的 然後它這個份量我覺得價格也算是合理 三百六十幾塊 我份量也算蠻多的 然後裡面的海鮮的料啊也蠻多的 它夠我們兩個人吃兩餐耶 對對對 4.5 再來是這個低溫壓凶佐沉醬 售價三百六十九元 它把它拍得很漂亮 看起來很好吃耶 有種高級料理餐廳的感覺 裡面它是有兩塊鴨胸啦 然後說一塊鴨胸就要一百八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來加熱它看看 好啦 那我們來吃一下這個鴨胸 然後這個鴨胸啊 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要近拍比較好 因為我剛剛把它煎到炒黑炸 所以它上面說用中火然後皮朝下煎個六到八分鐘 然後結果我今天七分鐘拿起來看的時候 發現它已經有點焦掉了 其實六分半就拿起來看 因為我聞到味道了 嗯 好 我們先我們來吃吃看 它肉很軟嫩耶 其實這好吃的耶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橙醬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它真的也沒有到說吸引我 想要再購買它下一次 所以我覺得不會回購 對 嗯 4分 4分 再來是這個紅龍的燥燒雞腿牌 售價299元 它的照片拍子起來看起來很好吃 它這個就是已經調味好也已經弄熟的了 所以你只要加熱就好了 那我們就來加熱吃吃看吧 我剛剛煎的時候覺得它好香喔 它的照燒味超重的 但它的一塊其實不大塊 就是這樣子 方形的 嗯哼 7-11的便當店的那個雞腿牌 它的便當的味道 它這個肉排的味道 有點像有點像有點像 如果追求方便的話我覺得它OK 3.8 再來最後一個 是我們的美露巧克力甜筒 售價299元 它超可愛的耶 它裡面總共有12支啊 對 但是它一支滿小的 嗯 大 它比杜老爺小了1 3分之1耶 嗯 美露 它上面的那一層冰淇 我覺得吃起來比較像奶油的感覺 嗯嗯 它到中間 咬到沒有餅乾的中間 比較 開比較像冰淇淋 這個可能一次要吃個兩支才會爽 我覺得美露這東西就要喝熱的就好了 不要說吃到甜的冰桶 我好像寧願去買杜老爺 3.8 3.8 好啊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開箱好吃多的 各種新品跟我們沒吃過的東西 沒錯 好那我們一樣 照觀念來講一下我們今天最喜歡 或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 1 2 3 辣炒豬五花 我選辣炒豬五花 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爽度很高 我覺得蘋果飯還是最對味啦 早餐可以吃 下午茶可以吃 晚上小夜也可以吃 花 但我覺得那個巧克力的兜兜餅乾也不錯 還有還有那個芥末餅乾我覺得也很值得買 對 芥末餅乾還不錯 但是它就是 那個就當作日常的零食 小零嘴 非常適合 囤在家裡 可以買看看 我們以後如果小朋友出來啊 我們不是都不喜歡他吃甜果 那個韓國餅乾嗎 然後吃那個芥末的話他就不敢吃了對不對 哈哈哈哈 還要吃給他吃 啊啊啊啊啊啊 覺得爸爸在吃不好吃 他覺得零食都那麼難吃 對他就不會吃零食 然後還有我們今天出廠頻率很高的這個 五月花的抽取式廚房紙巾 我覺得很實用 而且像我今天在那個廚房在煮東西的時候 我也放了一包在那邊 然後我要擦什麼要擦什麼就抽一張抽一張 因為煮東西的時候很常常會有點手忙腳亂 你還要花兩隻手在那邊抽廚房紙巾的話 其實會反而會造成你的困擾 大家有想要買這個 五月花抽取式廚房紙巾 也歡迎點開底下資訊欄 我把它的相關資訊都放在下面囉 好啦 那我們這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們在開箱什麼東西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喜歡我們的好歡 簡單點分享 小鐘我們的IG跟Face 我們到我們下期間見囉 掰掰